疫情趋缓中央日前针对水上活动有条件的开放 也刺激了民众的出游意愿 接着来看到的是屏东墾丁 各饭店的订房率也都飙高到了八成 估计订房率当现场将会涌入大概五万人 另外后壁湖也涌入了大量的游客 前来大袋生鱼片 业者自然是抓紧了时机招揽生意上门 至于小琉球海边也出现了细水人潮 尽管相较于疫情之前 观光人数仍然不如以往 不过摊伤仍然是加减转 阳光蔚然大海 许久不见的遮阳散花也在线墾丁沙滩 水上活动开放 游客海泳玩水大解放 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概有三个月都没有出门 从五月就开始关了 疫情趋缓 中央日前针对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 刺激民众出游意愿 屏东墾丁各主要饭店 订房率飙高至八成 预估将涌入五万人 而不止墾丁 后壁湖也涌入大量游客 用餐时间民众特地前来品尝新鲜生鱼片 分量超澎湃 生鱼片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屏东后壁湖渔港 许多游客前来大旦生鱼片 业者也抓紧时机招揽生意 另外屏东小琉球也挤满人 东流县一大早涌入满满人潮 民众西家带卷 出外游玩透透气 把握暑假末可以来看一下 把握暑假最后周末 许多民众前来小琉球 浮浅加海泳 民众不止玩得嗨 免税店外也大包小包才买 不进摊伤也加减赚 带着口罩 摊伤只能苦笑 尽管东流县加开二到三班航次 但相较于疫情前周末 小琉球观光人潮仍不如以往 现在应该还不基于 那个正常假日的一半 受到疫情影响 多少还是有差 只是民众抓紧暑假尾巴 外出游玩 但还是得提醒 防疫工作依旧不可懈怠 记得苏税 朋友们到